國會山中招 佩洛西助手見德州出逃議員以後病毒檢測成陽性 川普發言人警告 若不修復2020年比賽 就不會有下一次選舉 美國議員擔憂數據安全 敦促奧委會官員禁止美國運動員在北京冬奧會期間使用數字人民幣 共和黨國會議員格林和馬特蓋茲在加州的演講連續被迫取消 美國人在8月9日期可以進入加拿大 護照羈押嚴重 貝索斯完成首次太空航行 成功地返回了地面 也為科具巨頭太空爭奪站拉開了帷幕 今天是7月20日 星期二 接下來帶您關注一組最新消息 7月20日 白宮官員向國會山證實 眾議院議長佩洛西的一名助手和白宮的一名工作人員 對中共病毒檢測結果呈陽性 白宮官員說 這兩個人都沒有和拜登或者佩洛西有過密切的接觸 白宮新聞發言人普薩基告訴記者 白宮工作人員中還有其他陽性檢測結果 但是他沒有提供任何細節 包括有多少人 什麼時候發生的 佩洛西的發言人哈米爾說 佩洛西的這名助手已經完全接種疫苗 但在上週與德州出逃的民主黨眾議員們接觸以後 這位助手在7月19日檢測結果呈陽性 另外一名確診的白宮工作人員也已經完全接種疫苗 這名白宮工作人員和佩洛西的助手都曾經在7月14日參加了一個招待會 這兩名工作人員的確診使德州出逃的民主黨人飛往華盛頓DC的影響正在擴大 7月12日 德州50多位民主黨議員為了阻擋選舉改革法案的通過 包機前往了華盛頓DC 據CNN的報導 這50多個人都完全接種了疫苗 在7月19日 又有一名德州議員唐納·霍華德 他被爆出檢測結果成為陽性 使這個包機團隊受感染的人數增加到了6個人 在上週 有人看到佩洛西與德州出逃的民主黨議員費舍爾在國會山外談話 而費舍爾在7月18日證實檢測結果呈陽性 另外 副總統哈里斯和這些德克薩斯州的民主黨議員們也曾經會面 哈里斯在週末檢測呈陰性 他的辦公室認為 哈里斯和工作人員都沒有和後來 檢測出呈陽性的德州議員有過密切的接觸 目前 這一事態發展在國會山敲響了警鐘 現在國會地下檢測點出現了排隊測試現象 7月19日 川普的女發言人利斯哈林頓在一個電視採訪中 談到了關於2020年選舉情況的時候 她對民主黨的未來發出了不祥的預告 哈林頓提到 必須要解決2020年發生的問題 否則就不會有下一次選舉 她說 當所有這些名義上的共和黨人 突然開始假裝地關心選舉的完整性的時候 她們總是把目標指向下一次選舉 但是哈林頓表示 我們不能允許這種情況再次發生了 我們必須解決2020年發生的問題 否則就不會再有下一次選舉 她強調說 現在所有這些關於選舉誠實信任的討論 以及關於如何阻止民主黨推進的各種選舉法案的討論 難道不就是承認了去年在投票期間 發生的一些事情是錯誤的嗎? 我們承認了所有已經既定事實的一切 不就等於承認了一些民主黨人和他們的大科技盟友建立的制度嗎? 而這些人想要把一套操縱性的選舉系統永久化 哈林頓表示 最好的民意調查就是選舉日的投票率 這是最好的真相 哈林頓在推文中寫道 共和黨領導人在2020年的競選中已經沉默太久了 我們永遠不會停止探究真相 川普曾經在6月25日告訴Newsmax 他正在與深層政府作鬥爭 與激進的左派作鬥爭 同時川普也表示 他現在正在做的事幫助很多人上任 就在中共當局剛剛宣布 2022年北京冬奧會期間 海外遊客將允許使用中國的數字人民幣 而不需要在中國開設銀行賬戶以後 美國國會多位共和黨議員對可能引發的數據安全疑慮提出了擔憂 7月19日 三名美國參議員致信美國奧林匹克委員會主席蘇珊·萊昂斯 敦促奧運會官員禁止美國運動員在2022年北京冬奧會期間使用數字人民幣 議員們在聲明中表示 他們擔憂中共政府可能使用數字貨幣來監視美國運動員 數字人民幣完全是由中國人民銀行掌控 完全可以被中共央行追蹤還有跟蹤 中共可以使用數字貨幣來監視外國運動員以及他們返回美國以後的情況 中共近期推出了數字人民幣的新功能 使官員能夠知道某人買了什麼 以及在哪裡購買的等等這些確切的細節 議員們在聯名信中說 考慮到中共利用這些新興技術 來鎮壓維吾爾族少數民族 香港人 還有中國各地爭取言論自由的人 這些擔憂顯得格外重要 議員們表示 這些擔憂不是假設性的 小微信等等數字支付平台早已經被用來監視還有威脅和逮捕中國公民了 移動支付在過去的幾年裡發展迅速 目前已經成為中國各大小城市主導民眾消費購物的支付方式 而目前 數字人民幣仍然處於試驗階段 中共央行近日宣布 他們的數字人民幣試驗的交易額已經達到了53億美元 在整個中國 有超過2080萬人在使用虛擬錢包 議員們在聯名信中敦促委員會與美國聯邦機構合作 要保護美國運動員的隱私 不受中共政府的影響 此外 議員們還希望美國奧委會能在收到信函的一個月內 向參議院商務委員會就他們提出的擔憂進行簡報 近日 原定在南加州呈現安那漢舉行的一場 美國優先的集會被取消了 到訪南加州的兩位共和黨國會眾議員格林和馬特蓋茲 最終無緣發表他們的演講 據城市新聞社的報導 原定舉行的這場集會 此前已經在南加州的拉古納山和河濱市這兩個場地被迫取消了兩次 而這兩位共和黨議員格林和蓋茲都是川普總統的堅定支持者 集會最初計劃在拉古納山的太平洋山宴會活動中心舉行 但是後來遭到取消 這個機構的總經理跟城縣記事報的記者說 我們只是想保持疏遠 後來活動轉移到河濱市會議中心 管理這個會場的公司官員卻告知市政府不會舉行活動 河濱市長道森對這個決定表示讚揚 他認為社區出現了分裂問題 很高興得到解決 蓋茲近日表示 他和格林議員可能就河濱市取消活動提起訴訟 格林也在7月16日發了推文說 激進的共產主義者在上週試圖取消我和馬特蓋茲的美國優先集會 今天再次使用來自黑命貴與安提法的暴力威脅來欺凌另一個場地 我們不會退縮 除此之外 由弗林將軍和美國隊組成的 重新開放美國之旅的團隊 在7月17日和7月18日這兩天 也在南加州城縣安那漢山影響教堂舉行了演講會 連續兩天的演講會吸引了近3000名居民參加 除了教堂內的主場以外 教堂外臨時搭起了巨大的帳篷 內外擠滿了人 高高掛起的三個大型的電視屏幕 讓人們都能看得到和聽得清楚 演講嘉賓陣容也非常的強大 主辦者是克萊克拉克 嘉賓還包括弗林將軍 枕頭哥 麥克林德爾和羅傑斯通等等在內的共有20多位演講者 他們做了精彩的演講 聽眾不時的回憶熱烈的掌聲和喝彩 弗林將軍在演講中說 我們國家正處在一個岔路口 一個是朝向美麗的民主實踐 另外一個是朝向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 這是一個重要的時刻 但是我不是來給你們答案的 答案在你們手中 您在社區的行動會影響到全國 加拿大政府在7月19日更新了旅遊限制 宣布從8月9日開始 完全接種疫苗的美國人可以進入加拿大了 加拿大政府表示 已經完全接種疫苗的美國公民 美國永久居民和目前居住在美國的人8月9日進入加拿大 而無需自行隔離14天 完全接種疫苗的美國人帶的沒有接種疫苗的孩子也可以直接進入加拿大 但是將要避免在入境加拿大14天內去加拿大當地上學或者去幼兒園 另外 沒有接種疫苗的孩子在抵達加拿大的第一天和第8天 需要進行病毒測試 除此之外 這些完全接種過疫苗的美國人入境加拿大的時候 將需要提供英文或者法文版的疫苗接種證明 可以是紙質或者電子證明 而且 他們接種的疫苗必須是加拿大政府認可的4種疫苗 輝瑞疫苗 摩德納疫苗 阿斯利康疫苗和強生疫苗 同時 他們還需要提供一份在入境加拿大14天後密切聯繫人名單 以及將參觀地點的清單 此外 入境加拿大的美國遊客 必須遵守加拿大各地的公共衛生要求 比如在公共場所戴口罩 隨身要攜帶接種疫苗的證明等等 加拿大公共安全部長布萊爾表示 他在7月16日曾經與美國國土安全部部長馬約卡斯進行了會談 了解到美國目前還沒有改變邊境限制的計劃 當被問到美國是否會採取對等的解禁措施的時候 白宮新聞發言人普薩基表示 美國不會根據互惠互利的原則來解決這個問題 他說 美國政府正在繼續審查旅遊限制 任何關於恢復旅遊的決定將會在公共衛生還有醫療專家的指導下做出 另外 參議院多數黨領袖舒默在7月18日也敦促國務院 調派應急人員緊急處理超過200萬個護照申請 因為大量已經接種疫苗的美國人他們想要出國旅行 美東時間7月20日的上午9點多 全球首富貝佐斯搭乘藍原公司的新謝帕德號太空船升空 並且成功地返回了地面 完成藍原公司首次載人飛行 貝佐斯也是繼維珍銀和創辦人布萊森之後 第二名搭乘自家太空船升空的億萬富豪 貝佐斯在2000年創立了藍原公司 並且以美國首位太空人謝帕德命名了自己的太空船 貝佐斯選在7月20日這一天升空 也是為了紀念人類第一次登月任務52週年 新謝帕德號從美國德州藍原1號發射場升空 抵達海拔107公里處的太空邊界 比布萊森飛得更高 整趟航程共10分鐘 新謝帕德號飛行過程完全交由電腦操控 相比較之下 布萊森的維珍銀河團結號 則是由兩名飛行員駕駛 新謝帕德號以時速3540公里升空 太空舱抵達海拔100公里左右的卡門線 也就是國際航空定義的大氣層與太空的界線 乘客可以解開安全帶幾分鐘來體驗無重力狀態 還可以透過藍原自稱太空旅行史上最大的窗戶 來欣賞地球表面 接著太空艙打開降落散回到地球 貝佐斯和其他乘客回程時短暫體驗到了6倍重力 太空艙快到德州沙漠的時候 以時速1.6公里軟着陸 新謝帕德號上的4位乘客年齡 還有身份都各不相同 這4名乘客除了貝佐斯外 還有他的弟弟馬克·貝佐斯 82歲的退役女飛行員馮克 還有18歲的荷蘭高中畢業生戴門 後兩個人成為太空旅行史上最年長和最年輕的人 專家說 新謝帕德號無駕駛員 並且所有乘客都是平民的太空之旅 是全球首見的 好 感謝您收看今天的希望之聲北美新聞 我是小蘭 節目是由瑟琳製作 也感謝朋友們的每天點贊留言支持 我們明天同一時間再見